是我們結婚後的第一條片 大家都很想知道我們的預算 不過我們都可以透露一定去 還有結婚其實真的有超級多東西要準備 第一個牌一定不是你要決定 不用怕 一定醜吧 不是 現在都結婚了 我當然不會說這一味 我們不用扮恩愛 有新片頭 Yeah 我做的 大家好 我們是智障夫妻 我是黃太 黎昇穎 我是黃沙皇 太好了 好害羞 為什麼要用這個開場 因為是我們結婚後的第一條片 我們已經正式成為了夫妻了 我們終於都有些經驗可以告訴大家 因為之前其實我們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準備的東西 適合還是錯 要經歷過才知道有什麼是做得好和做得不好 所以現在我們就試一下將我們的經驗 和大家說一下 希望都對接下來結婚的人有些幫助 而且結婚其實真的有超級多東西要準備 我們最大壓力的月份就是10月 因為我們結婚是11月2號 那一過完國慶 那些東西就含含聲了 我們前面其實是個心很累 因為我們心裡很想準備一些東西 但是我們很懶 而且也有很多東西做 而且很多東西就算你兩個月前準備了 最重要你也會不斷改 不斷改 各位男士 大家一定要幫忙一下 你的未來老婆 因為女生貪美 有很多東西要做 但是他們就真的可以坐在家 或者真的負責跑腿 其實我想說這條片 雖然我已經盡量寫得很詳細 但是真的沒有辦法 每一樣細的東西都說 可能之後我們有機會再開個live 或者再inbox 但是我們現在先說一些我們很想說的東西 我們狗狼的 先說了part 1 其實結婚是分幾部分的 就是有前期啦 中期啦 還有最後臨結婚的階段 那怎樣分它們呢 其實我覺得整個婚禮籌備 就好像一個大的圓餅 先做個底部 對啦 然後在on top加東西上去 對啦 加上topping上去 你們大家這樣想就行了 千萬不要調轉那個次序 還有一定要想 有些什麼item是 製作的人都需要時間 還有我知道大家都很想知道 我們的budget 我們有一些部分是有sponsor的 但是有一些部分是自費的 我們開頭談的時候 其實都很久之前 所以那個價格是會有些不同的 我們都會提供IG給大家 那大家就可以inboxdm問他們現在這個價錢 那我們就不提價錢了 不過我們都可以透露 他一定的六位數字 我們還沒去到七位數字 搞過分禮的 好 那我們就開始 這一部分呢 就比較縮碎 所以就要放在頭上說 因為是在我最大壓力 最忙的時候 就要做的 這個就是事前準備 出完那些結婚story之後 很多人問怎樣瘦下來 如果有留意我們youtube的話 應該都知道我們其實來飲食方面 都做了很多功夫的 我啦 我主要是飲食 你也有做運動的 是啦 其實他就是實施這個新圖的 是啦 因為我就不喜歡做運動 我覺得很煩 所以我就不如飲食著手 其實是我自己來說 最不痛苦的減肥方法 那我做法就是 每天早上第一餐就煎兩塊煙肉 加兩隻蛋 就是第一餐來的 那之後基本上就沒有限制你吃什麼的 只是不可以吃什麼呢 就是澱粉質 即是飯麵 包 所有澱粉質都不可以吃 所以你們要上網看清楚 然後呢 甜的又不能吃 但是唯一好處就是 我可以喝Zero的 它們是代糖來的 所以它是不會令你破糖的 而且因為你太久沒有吃甜的東西 你會開始越來越不開心 你喝到一罐Zero 你會覺得很開心 所以對它來說就沒那麼吃力 沒有 而且我喜歡吃肉 飯我還挺得住 它可以吃超大量的 但是這個就是我們問題的開端 我們可以爭 說笑 不是說這些的 我們可以爭的 爭什麼就說 因為我就是做健身的人 做健身通常都是要墊粉質 要有力 我的目標就是我想瘦手臂 因為我的手臂 從小到大都是沒有減過的 還有連背脊 因為其實你穿婚紗的話 其實只能露到這兩個位置 其實如果你要製造肌肉 真的至少一個星期要有三次做健身 因為你休息太久 你的肌肉就生得不夠快 而且真的要足夠的蛋白質 蛋白質方面我就可以跟它吃 但是因為我要少油少糖 好辛苦 所以我跟它外出想不到吃什麼 大家看到我們經常拍片 自己煮食的原因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其實出去很難夾 但是煮食就可以自己加很多油 因為它們生酮是需要油和肉 去推動燃燒脂肪 但是我是真的盡量少一點脂肪 所以我們的飲食很充足 還有我有芥澱粉 就是我最後都 最後一個月我少了很多 可能一個星期才吃了一次、半次 身體不夠 你輕糖也很有用 解糖之後我覺得我個人精神的 他皮膚好很多 我想說解糖 皮膚好很多 他現在吃了一個星期 還有很多粒粒的 還有精神一點 不會經常睡覺 還有不會飽飽飽 對啦 說我去入食燒肉這樣才算 我們最喜歡吃不吃吃肉 因為我可以不斷選一些瘦的肉 他又可以選一些非肉 或者是吃火鍋 可以灑菜 但我會選清湯 那我去哪間チーム 我就是Wall Fitness 還有我覺得一定要跟教練 因為其實有很多動作 明明在做那個位置 可能做手臂才算 但其實你可能用整隻手臂的力 其實你粗的也不能粗 那你就有個教練指導你的話 是真的差很遠 我會提供Wall Fitness 還有我教練的IG在這裡 我覺得做運動 對於在我結婚前來說很重要 因為做完運動 其實你會開心一點 我做健身那一刻才可以放鬆 一個星期我去三次做健身 再加一天是Pilatis 就是總共我做四天運動 Pilatis的分別就是 其實我是Maphis的 就是李君雅 我現在是白老鼠階段 但大家多等一會 他就可以做專業教練 他本身是有教練牌的 不過他是平地的Pilatis 他是有牌的 但我是去做機械的 因為我覺得好玩很多 嘩超厲害 其實我想說我這麼久以來 都沒有什麼有腹肌 然後我可能因為做到Pilatis 每一個動作 就算你做哪一部分都好 你都是用Core 你的頭很厲害 為什麼你的頭大了兩倍 做完NAT 對呀爆炸那些 Pilatis對我很重要 就是我可以拉筋 因為我緊張一個人全身很緊 而且做完健身是全身都很緊 做運動的同時都可以拉筋 還有Pilatis有個好處 就是可以幫我練平衡 我覺得Pilatis我做的時候 好像重新學走路 那麼誇張 因為我有個問題 是咬腰很嚴重 我覺得自己伸直的話 我就是推了肚子上去 我也伸直 我伸直肌 收上去 然後呢 但其實呢 你是要保持肚子去伸直 還有你的人要平衡 不要高低 會歪歪歪歪歪 Pilatis其實改善到你的日常姿勢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我們現在 頭兩個禮拜我都想搭配飯 我等著他回來去旅行 之後到我去旅行 真的Honeymoon OK 怎麼這麼遠 不是呀 不關Honeymoon事 我本身人都累了 那怎樣呢 很快 好快 說下一個 那接著就是 我們要飄牙 沒錯 真的呢 從頭髮到腳尖 什麼都要漂亮 那間飄牙呢 就是這一間 其實我們本身結婚前 都一直做的 以前去得密些 可能一個月一次 有時候你都不是 喝很多咖啡茶的話 其實可以保持久一點 還有他這些 我稱之為 亡樣保露最好的方法 其實很快 平時就算沒有做開都好 在結婚的時候 去做一兩次 很快就有效果 還有你幻想 你結婚一個天 做得最多的是什麼 就是燒 你少得不好看 對 你跳完之後 真的會覺得很薄 然後跳得很開心 那他只是用你一個小時時間 我還可以同時間做蛋白 他做得很快手 很乾淨 衛生企理 現在搬了新店 還要很漂亮 所以我都推介大家去 那我是有一個Discount Code 我再放在下面 大家有興趣就去 好 然後講開臉 繼續講臉 因為護膚也有些心得 我最後一個月 都有去做膠原BB 做Facial 補水 還有一些電流的Facial 然後還要做HIFU 那我也是去開一些普通美容院去做 還有呢 如果你沒有做開這一類型的Facial的話 你就不要最後一個月才去試 那你要不就再做幾個月 去試一下第一次 因為我都試過去一些電力太大的療程 然後乾淨 是敏感 就很容易出事 然後最後兩星期 很勤力褲媽師 這個是我的makeup教我的 因為我都真的偏乾 還有我平時都很難褲媽師 他就直接不褲 我的護膚心就是叫我老婆幫我褲 但你現在都乾了 因為現在你真的開始乾了 現在乾燥 所以大家接下來12月1月冬天結婚那些 一定一定一定要敷媽師 那個makeup師就教我 makeup師 makeup師 為什麼要makeup師呢 那化妝師就說 你一至兩天敷一次 你不要每一天都敷 因為每一天敷 又會令到你的皮膚都失去平衡 會太依賴 會太依賴的媽師 今天敷完你現在一天再敷 最後兩個星期 我就很勤力敷了 很累很眼睛都要敷 OK 你晚上敷不到你就日頭敷 自己安排時間 是丈夫 這個挺好笑 還有呢 還有一件很重要 我也建議大家戴口罩 敷完媽師要戴媽師 敷完媽師要戴媽師 戴口罩 戴口罩 因為流感高峰期 有一兩晚我都覺得自己有點發燒 怕自己病 因為你本身已經很忙 抵抗力又差 真的差 所以戴口罩都重要 還有最後兩個星期 其實我發燒了很多妝 我就給皮膚抖一下 免得太焗了 容易出粒粒 很多新娘呢 其實平時都好好的 是真的臨結婚壓力大 就爆瘡了 所以飲食 你做得好飲食 少點糖 少點煎炸 然後又用好護膚品 平時你會試一下護膚品 這一兩個月沒有試 那就真的用一些一定穩陣的護膚品 最好就是天然 沒有酒精 沒有什麼香料 致敏原低 你自己用過 知道自己的皮膚很適合用的 你就保持著用它 但有一個都是我用開的 接著我現在要介紹給大家 因為這個是一個超級補水的產品 兩支都是Evoche的產品 先講講這支 它就是一個精華液 這是花碎鋼細胞再生全效精華 它是全一全效抗水露的精華 這個是法國牌子 成分天然 平時你做完膠原BB機 你都要保持的 所以塗上一些有膠原產品 就可以保持得好一點 而且也可以用它來補充膠原蛋白 我之前的影片也有說 我有飲 有做機 飲是每天 但機器你不會每天做 那你就可以用這一支 那你就可以補充你的膠原 那你的皮膚 可以更加緊緻 穩定 和少一點皺 我最喜歡它就是可以幫我補到很多水 因為我都很喜歡它是夠水狀 不會很厚的 而且它很容易推開 都很容易吸收 所以就感覺到它的水是真的泵到進去 而且沒有那麼黏 你是感覺到妝是比較貼 那些紋就會少了 例如上妝整天這個位置會卡粉 我用了它就沒有那麼容易卡粉 因為它的紋都淡了一點 那這個就好像日頭用 那還有呢 夜晚開冷氣都很乾 那為什麼決定呢 那就是其實你都知道 我很喜歡用一些有油的產品 那還有我都很喜歡用一些水油的產品 這一支呢 它就是晚間精華 它這支叫做 花碎鋼細胞再生修復晚間精華 它都是油最喜歡的植物性角砂丸 它還有四種強效修復力的植物油 那所以呢 它是水和油的 那用之前我勾勻它 勾勻它之後 它就會變得深色一點點 那它就可以更加深層的保濕 令你的皮膚更加飽滿 和有光澤 它是一支高親膚性 和是一個很容易滲入肌膚真皮層的產品 那它都可以令到皮膚夜晚的時候 可以充分休息 因為它有一層油保護了 是氣息會好一點 是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太敢用油 那當然我都介紹給一些 可能一些偏乾 或者中性的皮膚 那些油性 那真的要自己試 那我自己就很適合用油 因為我自己也有保持著用油 而且潤得來都不會黏黏黏黏的 好像很厚有層的 它都很容易吸收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地用這兩個產品 這兩個都是 夠了我結婚前的皮膚狀態的兩個產品 那現在這兩支產品 都有折扣 就是CK25C 是我 我K是它 25C 是為什麼 75C 25% 25% 10% 教訓給你 那你們上官網 正價貨品 都會有75C 大家在11月30至10月14期間 都會有這個Discount 記得入我這個Discount OK 說完臉 就到手指了 大家看看 手指還是手指 手指 這個手指長期 大家經常都不看我的Story Tag 沒有人認識你 我是去尖沙咀厚福街的一間GEL夾店 它是很細心的 大家不要去IG 看到好像很深色的東西 其實它是QQ風 我經常做一些很淺色 阿Dee的樣子他都畫過 很有心機的 去畫畫 刁米的刁 但如果大家需要畫畫 其實都可以畫 它是設計底 它是Art人 幸好你有講的T音 Art人 不是Art人 不是Art人 Art人 結婚很多新娘子都會GEL夾 但是這個真的要預時間 所以你們要好早預訂 我那時是20月初預訂了一次 因為我的指甲已經刪牆了 最好大概預約結婚前5天 你也要再加一次 雖然新陳代是一人二二 但GEL夾都會退出來 5天內就會更好 OK 好 貼心的 大家去找GEL夾 請預訂 接著就是求完婚之後 立即着手籌備婚禮 要做什麼 摘日 這個一人二二 有些人是不需要摘日的 我們都為求心安離得 以及長輩們都心安離得 是的 我們就有摘日 我們就提供這個IG 他就是圓明師傅 阿Ki 我很記得他那天我叫他摘日 然後他摘完之後 放心吧一定沒有鑊味 他說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回去刷我的招牌 OK 沒有拍 然後我結婚那天跟任何人都說 那天很好啊 還是希望我幫你刷他的招牌 誰知道刷不到會有辦法 摘日通常他都會給你好幾個日子 是的 他們有分大吉日 中吉日 還有我也有給我們有想過的日子 他們有些很容易投訴 最後他就選了11月2 然後我看到11月2也不錯 因為是1加1 就是兩個人 除了賺日子之外 你叫師傅給你某個時辰 是的 時辰 是很擔心會下雨 是的 因為下雨真的是 大家都知道我們pre-reading 不說了多少次期 你知道香港的天氣 又不是那麼容易猜的 然後呢 下午12點1點的時候 真的開始陰天 然後去到2點多時 即是開一些很貓貓的雨 一到3點多時 準備開始儀式的時候 突然灑了一層黃昏光下來 很漂亮 那屁光 真的剛剛放在你下面 很軟很溫 很好拍 不會爆光的光 是的 然後整個儀式 完了之後再拍手 這個師傅他拍了心口這樣說 是一定會好天的 不用擔心 總之你那天不好天 你做重要儀式的時間都會好天 是的 所以我相信了他 摺完的日子 其實日子是一定要做第一步的 因為你去做任何事情 場地 婚紗 他一定問你一個期 你問一個場也要知道有沒有期間 所以之後就要去找場地 攝影師 和makeup 第一個牌一定在頭 就是你要決定場地 那決定場地有什麼方法呢 我都有些提示給大家 有時候大家會問我 你究竟在哪裡找的呢 你有時候都可以去找一些 攝影師的IG 就是靠一些hashtag去找 那你就可以找到其他的IG 那接著呢 你們在IG找到之後呢 我就會先寫下 寫下 寫完之後我分享給大家 大家一起看 可能起來就會方便一點 這個就是我的小提示 然後第一個場地呢 首先我覺得呢 大家想想場地呢 首先要問清楚自己想怎樣 那因為我們兩個呢 在以前的影片都有透露了 我們其實都幾想有一個 戶外的昏迷 我們就一定是想要 阿Dee入得 戶外空間 夠大夠舒服 要包食物 因為現在有些場地 是就這樣給你走過禮 未必有食物 但我們是要 午宴和晚宴的 真的吃得飽的食物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 我們不想再額外 找一個供應商去搞一輪 所以就最好場地會包的 那最後我們上網找了很多場 但是只看了一個場 就決定了 其實都幾合心 那就是對威巴 看場的小心得呢 就是我會建議大家 日後要看一次 然後我們臨結婚前兩個星期 就選多一天 晚上看一次 如果場地許可 那我們就看了兩次場 他有機會看場的時候 然後呢 有些其他的新人在搞婚禮 那盡量不要騷擾到人 我會建議大家錄片 那大家就可以在影片裡看回 之後會有機會 問起上來 Neko會問 未必去過場 不是每個人去過的 那你就可能 都有一些提供 當然都是問一問人 如果可以就錄下 看場最重要 要留意廁所位 是否乾淨 泊車有多少個位 那些食物是怎樣 不斷眼望一下 我見很多人的投票 都是問戶外場 很多的問題 而我感覺到背後原因 是因為很少接觸戶外場 那其實心思思 但是又怕 所以盡量解答多些優點 優點呢 我就覺得 他們有帳目 那下少許雨 萬一真的這樣 你都可以把它 移私到膝口 而且它的帳目也挺漂亮的 有我喜歡的點點 感覺有點像哈利波特交易廳 不是啊 那個飯堂 是啊 下雨也可以避避 它又包括食物 食物質素 比我們想像中很好 唯一有個小缺點 就是有朋友 反映他們的海鮮味解凍 因為它始終地點偏遠一點 如果到會食物來說 它解凍一定會有難度 所以這個 可能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食物質素 我已經覺得算不錯 而且它的種類 也比我想像中多 然後 環境很好 我們很喜歡這個 我們經常去那邊露營 它比其他場地 因為很多場地都是西貢 那邊 比較不避充它 但是它這裏是感想到元朗那邊 起碼是近西貢站 而且近來 在場地裏 是沒有什麼 城市的痕跡 是讓你看到的 它真的有背景 背景是山 對 對 還有周圍樹 還有就是村屋 沒有市區的感覺 有一點度假的感覺 然後又有一個玻璃房 就是新樑房 也挺大的 房間裡面還有一間房 還有兩個廁所 其實你可以過夜的 但是最後我因為 小潔癖 其實它乾淨了 你看看它乾淨 你要使用它是沒問題的 看個人的習慣 對 它又睡不習慣山寶床 對 我怕睡不著 睡不著很大 第二天就起床 寧願睡到床 我們預約全日是 就是之前那晚的11點 去到第二天 12點 完整的24小時 所以本來想著的好處就是 如果譬如你在家裡睡 基本上你就可以 爭取到最多時間休息 這個是我們開頭的計劃 但是後來我最後都是幫的 所以這也是一人而議 還有我的好處就是 如果我真的有很多東西拿的話 我可以之前那晚進去擺定 就不用第二天出外 已經指淋了奶 早上要拿一抽熱能過去 但是它有不同的計劃 對 那這個也是大家自己去尋找 對 但是原來缺點呢 就是 大家都習慣了酒樓 酒店那個套路 因為我們去都是去過一些 對 所以大家都帶著一個 那個期望去評判 湖外場 其實是很容易有期望的落差 其實湖外場 你要知道是一個偏遠地方 不是任何東西都很準備好 你要真的很預先說才會有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選湖外場的話 你就先調整你的期望 不要覺得它就有些味道 一定有這些這些 未必的 結婚前中一個充滿變數的東西 就算是我們自己兩個 都會突然想想想想想 然後你問他 他都需要一些時間去回覆 因為我猜他們的人手 就不是太足夠的 幾乎我看到所有人 都是他們兩個回覆 對 那就真的好少人 對 所以就要耐心等候 但是呢 近一個星期的時候 你就很心急了 對 還有一些事情 他可能有機會講漏了 例如我就覺得 拍車位是一定不夠的 他們是可以拍得多 但是他們免費的車位很少 就是比較戶外的地方 一定很容易拍到車 其實不一定的 因為它附近都是民居 對 所以這個位置 大家就要 又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期望 然後 有些很基本的東西 可能需要價錢 它的價錢都不給酒店便宜 不知道是不是現在 越來越多人會搞戶外的氛圍呢 水象旋高自然就會 價錢高一點 對 對 然後呢 有個小缺點就是 因為我們也是11月頭 這個缺點其實不關長地 對 關這個世界事 其實大家都知道 是關你和我事 大家都知道 不過提醒你一下 你也知道今年的夏天有多熱 然後今年有多遲才會冷 現在是11月多 終於開始涼涼地了 那11月 我們那一天 下午的確 它是熱了有點暈 因為我們是在帳簿裡面吃飯 它也有好幾部吹風機 我懷疑那些賓客 因為坐得近的吹風機 其實是涼爽的 而且他們靜態一點 坐在那裡吃東西是OK的 不過我本人就 拿著裙子又重 然後到處走 又喝酒 那些氣 那些血 所以就很熱 然後拍完所有大合照之後 我又有點暈 我就西裝還好 所以我想說 意思是 在戶外場你就一定要想到這件事 然後 我覺得散場時間比較早 總之它就是9點半左右 它就要別人離開了 因為它10點就開始要停音樂 因為它始終有噪音管制 但是我明白的 因為它是在居民的附近 你開心一晚而已 人家每晚都要聽著就好 可以做一個有功德的人OK 而且它位置一定是比較偏遠 因為在一些戶外大的地方 你在市區不會找到 老人家是會比較不方便的 但是已經是比起可能西貢那些地區好一點 就是因為它已經有很多不同的交通可以去 而且它是很近西鐵站 如果建議大家要乘的士的話 就不要在九龍飛進來 因為新界的的士司機會比較熟悉它的位置 哦 是啊 是啊 因為你去到那個位置 它要穿過一些小路和一些湖 就是你進去你以為是進錯路 有一個缺點就是它的路標可以更多一點 它一發盛一下盛一下的牌 說不實而已 還有晚上是找不到路的 因為我們五點就要坐的士 未天光 看不到 所以它的路牌可能在不同四方八面 可以多多一點 還有留意一件事就是 草地中心是容易走的 如果基於這個場地來說 草地是真草地 所以我們現在說的優缺點 其實除了這個場地本身的優缺點 但其實有大部分都是戶外場會遇到的問題 所以環境上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說的優缺點 其實除了這個場地本身的優缺點 但其實有大部分都是戶外場會遇到的問題 所以環境上的優缺點 我們真的很滿意 狗仔可以全程跟著我們 連吃東西都可以 還有還有一個 這個場地很大 然後如果小人會有 冷清 其實這個場地太大 大太小人 氣氛會比較差 是戶外場地 你們都要考慮到這些問題 對 沒錯 始終大家要明白這個不是酒店 以及不是酒樓 是戶外場 做到這些已經很厲害 但也有好有不好 大家真的要考慮清楚才去選擇 那接下來就是攝影師 攝影師都很重要 而且要預早標記他們的期間 因為他們其實旺季都很忙 即是你訂了一個日子之後 很難夾其他人 你們有心水就真的要早點去問他們 那我們就一直都是找他們的 那就是Pickies Productions 然後另一個就是 他們一直拍的影片 9號攝影 是超級大滿意 其實選攝影師真的看自己的風格 喜歡些什麼 我就是喜歡他們很自然 還有拍照有一種很安靜的感覺 還有它不會令到你很容易 很尷尬 很硬 他會有想法令你放鬆 然後他們的光影 是很軟的 還有我喜歡他 經常叫我做一些無尼拉威的東西 即是你做了一種動作的時候 你是五師兄出來的效果 對 然後覺得挺好笑 挺好看的 即是選擇攝影師好 看你個人的性格 配合不配合 配合不配合 因為有些攝影師如果很正經 你是一個好像我們這些傻居居 我們喜歡放一些古形 誰的表情 你一放那些他就會 你們都是站好 你都是笑 對 那你就不配合 其實他們都是很玩得的 所以我們有一些奇怪的想法 他們會很開心 他本來有一些奇怪的想法 我們會配合他 對 我們會配合到 所以真的是配合人的 然後我們那一天 其實有很多人問我們總共聘請了幾個 我們其實是有三個photo和一個video 那那個video就是他們拍開的 所以他們的默契很好 對 因為依他們的說法 通常photo是怎樣分發的呢 有一個就是專拍一些必要的照片 什麼叫必要的照片 就是拍所有人頭的照片 就是最正經的但一定要有的 那些 另外一至兩個人就是一些隨影的 那些就是捕捉你們皮心茶給媽媽的時候 就慢慢笑 自然一點的 那你就會兩邊的照片都有一些 分厚的一輯照片就會很豐富 好像有個攝影師是有設計底的 他們那本相簿都排版排得很漂亮 video方面呢 他就是阿久 阿久的畫面構圖很漂亮 拍到很多直到的story 就是與視並進 你可以要求他拍一些橫倒的story 因為他們始終都要剪招拍晚播 都是打橫出的 你不會在一個這麼長的光處 直到的招拍晚播 他們的招拍晚播很出色 我們雖然是古靈精怪一些 但是我們都想一些唯美一些 即是結婚就不要太搞笑了 可以去片給大家看一些 好 我現在要讀我的宣言 親愛的老婆大人 叫你老婆 因為我們都30歲了 很老了 是時候讓我取回來吃苦力了 OK 你笑呢 我就會一起笑的 你哭呢 我也是會笑你的 因為我知道你是故意哭得很醜 拉近我們的外貌差距 OK 所以是超級大推介 大家要做些補充 真的 OK 下一個就是 Make Up 我們就選了 Make Up 孤求完分定的好日子之後 就找他了 我們的計劃呢 是全日計劃來的 它是包了一次試妝的 另一次我就是額外自己的價錢 那試妝也有個貼士 就是你去之前呢 就最好先做一些研究 但是通常初一次試妝呢 就是沒有什麼想法 因為其實你的衣服剛剛選好了 其實自己想要什麼 是不是很清楚 這些位置就可能要再跟他夾 然後最好就要選好衣服 才去找他們 因為其實妝都是配襯你的衣服 對啦 他們的關鍵 還有想做什麼頭都要看你的衣服 第二次去試妝的時候 我簡直是臨近結婚前 兩三個星期的了 定好所有東西了 真的 頭飾啊 有沒有手飾啊 穿什麼衣服啊 這些全部定好的時候 就找他去試第二次 終於定好了 那就可以試多次 你想在這裡精神一點 想去粉紅一點的妝 又或者是我這裡想酷一點的 那它又可以幫你再調整 那就可以試完頭 我就試了一兩個沒有信心的頭 就是試試新東西 我平時經常摘起頭髮 那我就想試試放頭髮 但是我又怕我樣子 不用怕 一定會樣子 不是 現在都結婚了 我當然不會說這什麼 對吧 我們不用扮恩愛 我意思是 平時很少試這些頭髮 那我結婚難得這麼整妝 當然是想試新東西 就是你課心交給他 就會給專業的意見 你不用太擔心 而且他也在初頭的時候試了一次妝 所以男生其實也可以 甚至平時男生是不用化妝 記住一件事 你不用化妝 但是你也要想起你媽媽 要不要化妝 對 親朋戚友 就算你不用自己化妝 我第一次試了一次 是大半年前試的 主要是試化妝師的風格 還有有沒有東西想調整 那因為Gubi的風格 其實是淡妝得來很精緻 你不要以為它好像什麼都沒有化 其實它是用了很多心機去光暗位 還有它會化到我的蘋果機 再飽滿一點 不加索 第二次呢 我主要試了兩個不同風格的妝 即是可能cool tone 還有warm tone 但是這個真的要 看你自己的樣子 是否配合那個顏色 那你還未通嗎 我呢 本身就是cool tone 因為我白 但是Gubi說 我去完仔洲就黑了 所以變了偏溫一點 這個真的要試了 第一次和第二次是不同的 第二次最重要的是 我試了粉底 因為 即使你的皮膚很好 但是你也有機會 粉底不適合 那它化妝師用的粉底 你未必適合用 那天氣也有影響 因為我第一次試是春天 接著第二次是秋天 秋天乾一點 試什麼春秋 即是第一次會浮粉 第二次就比較乾 所以我就再和它調整了 它就幫我一半面上了 一邊是另一個粉 另一邊就是另一邊 雙面人那款 對 那就試一下那個粉 是否適合用 總之很多學問在裡面 大家做事就試妝 對,很多學問 有前後開了兩次會 第一次就是 剛剛開頭 第一次試妝 它都會跟你開會 然後第二次就是 你訂好所有的東西 它很好笑 我記得第一次我已經說 我選好裙子 自信滿滿 然後它說 你現在講完所有裙子 我都不會相信 因為你一定會轉 然後 我真的是其中一條專 然後它說 我也說你的 第二次就是 第二次就談完 判斷 因為它要自己 預算化妝的時間 又要留時間 給攝影師拍照 而且你要轉妝 中途 對,要轉妝 它要在判斷 寫完 所以這件事就要合 但是我們最後就沒有在GOOBY加了一個姊妹妝 因為其中一個姊妹是做化妝的 因為我本身就覺得她做姊妹就沒有那麼辛苦 就不要化我了 因為她就會很忙 但是她最後說想挑戰化其他姊妹 我總共有四個的連起來 所以她就要辛苦些 先化自己再化其他衣服 所以她都一手八板得很好 所以我都推薦她給大家 pre-reading我也有找她的 很漂亮的 我們真的從她開始學到現在 我連她學的時候 我都做她的模特兒 所以我真的看最盡 她幫她考試 我們出了工作也有找她化妝 所以都很好靠 推薦這兩個化妝師 好,由於我們實在有太多東西要介紹 因為籌備回來了很多東西要選 還有很多產品還沒說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完之後的影片 還有如果大家有興趣 買InfoShare的產品的話 記得用我們的標誌上他們的官網 就可以正價貨品 有75字我們的標誌是CK25 大家都不要不看下一條影片 因為下一條影片是比較小的 在婚禮都出現得很重要的東西 例如我們的回禮 然後我們的DECO 還有我們的婚紗 怎麼選擇 全部都會在下一條影片再繼續說 沒錯 現在還沒說到 我們很多小的東西都是自己選擇 即是酒吧 很多很多很多 Live Band 對,Live Band 很好推介 大家下條影片記得要繼續看 密切留意 大家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們 下條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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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條影片